你的梦想即将实现 财富大成长 追上美好生活 涨幅 从两位数 迈向三位数 从零到一倍 两倍 三倍 追梦行动588 我发发优惠专案 升级加优惠一次满足 复制台积电 红海 索罗门 双红 中光电 下一档追梦标股 等你一起美梦成真 加烂田写表单 扩拨打0225231988 追梦行动 一起发发发 学官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诚实收看超越巅峰 我现在漏血的一个系统 我们平常听讲 四月份这样震荡 但是你有收看我节目 从三月这样一路以来 我跟各位讲的股票 有没有让各位失望过 你自己想这个问题就好了 第一我股票不多 但是我抓到的都是主流中的主流 你像索罗门涨了以后 我们帮各位挑的IP股叫系统 然后我跟各位讲说有IP又有跟索罗门一样机器人就是滑金科 你也看到了 然后跟各位报告头肩底型叫长科 你也看到了 昨天跟各位讲说蓝天 蓝天各位你还真的不知道蓝天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大涨 我等一下我花点时间会跟各位做说明 你们想想看啊 如果没有四月份的这样的修正 你怎么会有五月上涨的机会呢 所以现在的震荡就是你调整持股最好的时机 到底你的股票够不够强 因为只要你的股票够强 跌完之后它就会连续的喷出 我问你 所罗门在关紧闭的时候有没有跌下来过 有啊 但是跌完以后连续三根掌停板 所以我们这个追梦行动我发发呢 就是要帮各位在拉回的时候呢 找到像这种所罗门可以连续三天三只掌停板的这种股票 现在真的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因为今天是我这个追梦行动最后一天正式结案 你错过这一次你又要等很久了 你想要复制三天连续三根掌停所罗门这种 你电话要拨通 我们一起来赚钱 我一开始我就这样跟你讲 因为没有比它更强的股票 对不对 好 一气二成 一样啦YouTube我们朝一万七迈进 下一档强股 我希望有我也有你 好不好 同样的你这个在收看两点半东森YT的观众朋友们 你记得扫描也就要加入我的YT 还没加入LINE的你加入LINE 你要跟着我们追梦行动五发发专案的 你也可以借由LINE来跟我们做一个洽询 这个真的 我盘通节目你们都有看 这是这礼拜的 那下礼拜我明天会跟各位讲下礼拜连线的时间好不好 我大概一个礼拜有七次连线 包含一点的 那下礼拜是礼拜四礼拜五早上有连线 我像目前知道你想 我在东森连线他几乎开台我就开始连线 可以连那么久 跟各位陪伴的各位那么久 你们有没有因为收看东森一点股东前堂 你赚到前堂感动来想说我要参加这个追梦行动五发发专案 有没有 我不要再拿这个举加一了这个已经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好讲了 我也知道今天大盘跌啊 今天大盘跌 对啊今天跌了200 目前开始跌253点嘛 但是你看看我跟各位报告的股票有上到吗 41块所罗门 你不是说在我节目看到 你是在东森鼓动前潮 3月12号就跟各位报告 这上面都 这上面写的也够清楚 41块的时候 3月12号讲说 运用辉达平台加速产品开发自研AI演算 这个写的也有够清楚 这边都留下历史的证据 好不好 历史涨了183%以后 你看 4月23号掌停板打开右手 今天再手 再手三根 所以我才会讲嘛 追梦行动我发发这个 就是要帮你在拉回的时候 找到这种会喷的股票 三天不止30%了 涨停涨停再涨停 强 真的是强 真的是 真的是 不能讲脏话 反正就是很强就对了 对啊今天收盘 你自己看强不强 强啊 强强强 他 我前几天就讲会重新回到三位数 我也不是盖的 这种涨法 你就看下去嘛 看下去啦 我前天也花很多时间在解这张股票 我就不再讲了 连连三天三日 系统 第21周时间转折 46.05就跟各位讲 然后我在盘中连线是52.7那一天 再度跟各位说明 你看4月10号 这边都有日期都有时间你都可以看 然后一口气涨到73.5 我还是帮各位最终 你要不要看看今天的系统 你自己看看 观众们你自己看就好 你自己看就好 你自己看 他今天的收盘又创了这个波段的形狂 那我还要讲什么 今天大盘跌200多点 我来印的时候还不是收最高 今天后来收最高72.6 你们都看在眼里 所以我在讲 你如果错过了 你要拉回来找到真正会喷的股票 就是我发发这个专案 今天要结案 我跟各位讲了 有优惠有折扣 就今天要结案了 你如果说我这种 跟你讲股票直接讲的模式 你都还不能够认同的 你要找别人我没话讲 我也不跟各位有的没的讲那么多 我说实话 我该让你知道了 我都让你知道了 追梦行动我发发 这个优惠 今天正式要结案 有电话你打来 该有的优惠 该有的折扣 我甚至于这样讲 你如果担心说还会整理 你就跟我服务的人讲 我自己会去算那个整理时间的 我把那个时间加给你都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我就已经讲了嘛 四月份这样震荡 我们都可以拿出成绩给你看 你还怕五月吗 四月这样修正 如老臣在在呢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都写在上面了 这里就写 台积电 红海索罗门 双红中光灵都已经写在上面 你不要说我没讲了 如果说我没有讲 是我对不起你们了 我上面都写的了 都有写啦 好不好 都有写啦 那这档长科 今天提200多点对不对 我四月八号那天就有讲 你看我这盘通都有讲 我都有讲 我都有拿证据给你看 你自己想想看 一个分析师在东森财经台开台 就一路连线到现在 没有两把刷子是不可能连那么久 我都是借由形态帮各位选股票 当时的长科是35.85 因为它比较 它是面额是0.4元 结果赚了0.4期 事实上是赚了 第一期就赚了一个股本你知道吗 这是非常棒的一家公司 非常棒的一家公司 非常棒的一家公司 你看到今天整个涨了17% 我给你看一下 六五四八的长科 你看就知道 我画给你看看 对不对 这种底部的股票 你一看多舒服 当时在哪里 当时在这里 我的股票不会受到大盘的意义 这叫头肩底型 你现在看已经涨上去了 这你又学到技术 我就跟你讲 技术分析是拿来用的 不是拿来学的 有人问我说要不要开发一套暖体什么的 我跟你讲这有点困难 这以后我再讲了 也不是说我现在我不在教学 你说形态学这种 当然你现在用AI的演算是可以用图形去复制 量价结构去复制说 当你这个颈线有突破的时候 有同样这种图形 比如说圆弧底 头肩底 然后有带量或跳空的时候 我需要做 是可以做到 是可以做到 我觉得AI实在来你绝对做得到 但是我觉得我人脑都已经可以做到 你们就要相信我们是有基本功能 就像说现在车子越来越进步 但是你还是要需要那个老师傅 有时候听听那个允晴的声音 就知道这哪里坏掉了 你什么东西都要靠电脑来维修 那万一那一天电脑刚好当机的时候 你就根本 你连 对不对 我给你讲真的 这图形会说话 他告诉你 我要长了 我要长了 你赶快来找我 你赶快来找我 对不对 我去做古道 你问我我就说 其实不难 真的不难 好不好 真的不难 这档叫华金科 我也是讲在前面的 盘中也有讲 我是不是跟各位讲 我说你自己想要有一个道理 所罗门都这样长 所罗门跟华金科一起有合作 那系统之所以会涨就是因为IP 那华金科呢 那基本上我问各位一下 你今天大碟的华金科有没有拉上来 他为什么会涨 很简单嘛 他都有嘛 对不对 他有无人机 那基本上华金科跟所罗门是共同有开发这个AI人型机器人 AI人型机器人 就是那个会答总裁后面的那个机器人就是所罗门跟这个华金科一起做的嘛 然后你们讲说最近看到系统一直涨因为他有IP嘛 那本身你说华金科有没有IP有啊 他是透过巨星半导体我早就讲过啦 你们常常问我这股票怎么做我反而问各位你们怎么做 你看今天大盘这样的脸还不照样大家拉上来 是不是 虽然留下一些上线又怎么样 我没有辜负各位 我跟各位讲的说在哪里 在这里啊 那是不是有上来 有啊 对不对 今天最高来到40块8嘛 又差了两块钱 这你收看我们节目盘中也好盘后我都有明讲的 我还把图给你看 所以我的股票我可以跟各位讲 有一定的品质保证啦 因为我不是只有用技术分析 因为我说实话 有很多分析师真的技术分析很厉害 但是我说实话 现在不能够只靠技术分析这样一套了 你还要加上基本面的够了解 所以我跟你讲 我们团队为什么花了那么多钱去请很多研究人员 就是要让你有基本面当后盾的技术分析 又了解筹码面以后 你买了股票你晚上才睡着觉 如果只凭一招办事的技术分析 就可以打遍天下无敌 我跟你讲不可能的 我做了二三十年我自己都在修正 我不可能只跟你讲技术分析 那这样太浅薄了 要加上基本面好不好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分享给你所有的好朋友 知识一点一点累积 创造财富创造情绪 你同样的你看那个蓝天 我跟哥讲量价不会同时到顶 对不对 这昨天的蓝天 你看今天蓝天 你都有在看在眼里 为什么会那么强 我跟你讲最近资产股都在涨 南港也在涨 大同也在涨 南方也在涨 我可以跟你讲 真正的资产股应该就是蓝天 你知道吗 那个台北车站前面那个双子星 正在盖着 他占五十%的股权 然后台北车站周围有 一万一兔那个都根 以后总销量超过七百亿的 他是跟某建设公司一起合作要做的 你说他不是资产股 谁是资产股 双子星大楼有五十%的股权 这净值七十块钱的一家公司 又握有双子星 其他在大陆的白脑会的土地资产 那才最好的 你们都不看在眼里 我昨天就跟你讲了 那本身来讲的话 他又是AIPC概念股 你看净值七十块钱 你就看所有资产股的净值 股价都大于净值 你看大同也好 你看南港也好 他股价都大于净值 不然我给你看一下 南港二一零一 你们一看就知道 今天五十四点八 你看他净值十二块而已 对不对 股价是不是大于净值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大同二三七 净值二十三块 你看他股价 今天他六十九块 那我给你看一下 蓝天也说 他我有那么多资产 今天四十二块七收盘 你看净值七十块 你觉得合不合理吗 又本身又是 我跟你讲 他曾经 因为我在股市多年 他在1997年 四月份的时候 曾经当上台湾的股王 就是蓝天 可能很多人 有些新手可能还没出生 你那时候不知道了 所以我才会跟各位讲 其实我们选股是那么样的严谨 蓝天最高的时候 曾经拿过三百二十块 你看现在股价才多少而已 一个净值七十块钱 又是一家赚钱的电子公司 又是AIPC概念股 又是资产股概念股 居然连净值都没到 你不觉得台湾股市很奇怪吗 一堆没有赚钱的公司 都可以飙到好几百块 你讲资产哪有资产 请问那双子金那两栋 占有百分之五十 那没有资产吗 大陆的白脑会 那么大便的广场 它不是资产吗 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时候真的是 所以我在讲说 我们很用功 才帮各位找到这些股票 说真的 那这个我在讲 我为什么现在推这个追梦 我发发这个专案 就是因为现在震荡非常不好选股 但是你看我的股票 就真的是强 真的是强 你自己看强不强 我昨天还给你看 我昨天还给你讲 你不相信 你今天还在盘下 你都不相信 今天大盘跌了274点 它涨了3.26% 你看我的股票强不强 你们自己 你们看强不强 你看我的股票强不强 这个你们都看在眼里的 对不对 你们都看在眼里的 对不对 你们通通看在眼里 你说这强不强 一下子就拉涨你们了 你说强不强 这你们都看在眼里的 对不对 这个强不强 这也强 你们都看在眼里的 你们都看在眼里 所以你们了解 其实真正会做股票 是不在乎大盘的震荡 你震荡的时候 你反而更可以看出一个老师的韧性好不好 4月份我说这个股市修正 但是修正就是为了5月的机会的来临 因为现在的震荡 就是你调整持股的最好的时机 到底你的股票强不强 因为只要你的股票够强 跌完之后就会连续的喷出 你同不同意 你当然同意啊 你看到 你刚刚看到一个所罗门 你就 你就不得不相信说这个追梦行动 我发发这个优惠状案 值不值得让你参加 而且今天要结案 你想想看 所罗门如果没有经过下跌 为什么会联系三天涨停 是涨停涨停再涨停 所以这个追梦行动 我发发这个优惠状案 就是帮你在拉回的时候 找到像所罗门这种会喷的股票 或者是系统这种会涨的股票 像华金科这种会涨的股票 像长科这种会涨的股票 像蓝天这种会涨的股票 你看看所罗门三天三根涨停 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因为今天是我追梦行动 我发发状案的 最后一天我要正式结案 你下次说什么要有优惠 会期要有比较长的会 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所以25231988 你真的要把电话拨通 我们一起来赚钱 真的 好不好 其实还有些股票 我在短语语里面也有讲到 除了这个以外 除了蓝天兼上台以外 其实你还要留意这个 因为我这样讲 昨天特斯拉 当然我现在万泰克是跟特斯拉没关 特斯拉的执行长 马斯克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其实他昨天 其实特斯拉的营收是不好的 可是他因为他讲出一句话 他说我未来要发展 大概80块台币左右的超级电动车 他跑得要比保时捷911更快 所以他股价昨天一天涨了12% 特斯拉 他是一个非常有脑筋的人 那我转过来讲 其实马斯克除了特斯拉以外 他还有一个非常宏观的一个计划 叫做芯片计划 在三月份的时候 这个卫星就一直打上去 打上去 那预期在第二季的时候 卫星渴望再创新高 他会继续发挥上去 那你要想 我为什么非常看好万泰克 因为你要知道这种线材 需要的是铜当原料 铜一直在飙升 所以万泰克因为他自己 本身就有大概两个月到三个月的这种库存量 铜的库存 所以因为铜价在涨 他就跟客户说要涨价5到10% 这没有办法的 你说一家公司当要涨价的时候 其实他的平均单价就拉起来了 各位这你要了解 所以你看他的营收 他三月的营收是月增21.1% 写下11个月的星游 首季17.05亿的万泰克 创了近三季的新高 你接下来看 其实他第一个到卫星 本来跟SpaceX 光是网路线部分 就大概八成他拿到 现在他更近一步 除了网路线以外 更近一步要切入电源线供应商的地位 所以第四代的电源线新产品 他已经送样取得 以及要争取认证 预计第三季会贡献营收 而且一下子会拿到两成的订单 不容易 本来是只有网路线对不对 现在连电源线他都要打进去 你想想看这个用户那么多 光是地面接收站要用到这种线材 那很可怕的数字 所以他今年的全年营收会双成长 获利和优于一起 他会调高他的目标 那我们之前说过 万台科其实在网路线这个部分 有拿到八成以下SpaceX的供应 主要是用在哪里 用在地面接收站这个部分 那你也知道说 你用户Starlink的户外基地台 连接到室内服务器的这个网路线 那基本上 从前年的150万套到去年已经到300万套 当用户越来越多的时候 基本上他光是这个网路线才 我跟你讲就不得了 何况他又要打入第四代的电源线 也要打进去 那另外来讲的话大家都知道 现在讲求的是一个云端产业 还有AI 一定要使用到叫资料中心 那这个资料中心要用到的 高阶网路线材规格很高 是要用到CAT 6A以上的 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 是要CAT 6A以上的 那这个高阶的网路线的价格是 普通低阶产品的三倍 你说这利润有多高 那更不用讲说他本身来讲的话 在这个车用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有用到奢用线材 这也是他的强项 所以我认为说 以万台科来讲的话 不管是今年车用的这个充电状也好 AI领域里面还有低轨道卫星来讲 通通都是他的强项 我们才会跟各位讲说 其实你股票市场上你要留意像这种 随时都要突破下降压力线的这种股票 你等它突破完以后你买都买不到 我股票都讲在前面 因为现在已经来到四月底 我要跟各位 我去想 在五月开始六月开始 有哪一些题材要开始发光发热 也该轮到低轨道卫星 因为真的很清楚嘛 你看到三月份那第二季开始 那一直在发射一直在发射一直在发射 那低轨道卫星的股票 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人讲了 然后你最近有看到一个特色就是 我常在讲的量和价不会同时到底 所以它的机会就是在这里 好不好 我今天也花那么多时间 针对股票基本面也跟各位讲了 我再讲一次 这个追梦行动我发发的优惠专案 这有电话号码 有LIOT你都可以来找我 没有四月份的修正 哪来五月的上涨机会 现在的震荡就是你整个调整持股 最好的一个时机 到底你的股票强不强 只要你的股票够强 跌完后就会喷出 所罗门有没有下跌啊 有啊 它下跌完以后 是不是连续三天三只涨停板 你在前天就看我在解 没有让各位漏据 三天三只涨停 系统也创了破断的一个新高 华金科也在涨 常科也在涨 蓝天今天也在涨 追梦行动我发发的优惠专案 25231988 我跟你讲 你电话打进来 今天正式结案 我们要真的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好不好 你看到所罗门三天三只涨停板 现在就是你最好的机会 今天最后一天我正式结案 你想要复制类似所罗门这样的三天三只涨停板 或者要复制类似系统这种上涨的 你把电话拨通 我来跟我们联络 我这个专案 我今天正式结案 我也说过了 我尽量往这个目标迈进 不管是一倍 两倍 三倍 我尽量朝这个目标迈进 我再三的跟各位讲 追梦行动 我发发这个优惠专案 就是帮你在拉回的时候 找到像首罗门这种 三天三只涨停板 会喷的股票 记得今天电话要拨通 我们今天正式结案 或者借由lite来找我们 我们今天正式结案 谢谢